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油价和粮价两个方面 日前 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引一份监测数据 向全球发出了粮食供给预警 该组织表示 俄乌战争破坏了全球粮食供应链 加剧了粮食短缺的恐慌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供应国 据统计 俄乌两国粮食出口量 占全球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经由乌克兰港口中转的粮食 沾全世界粮食贸易的四分之一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 过去的五月份 全球食品价格整体上涨13% 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单月最大涨幅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直接推高粮食贸易企业的股价 美国粮食贸易巨头邦级的股价 从年初到现在 已经飙升了33.5%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 国际粮价上涨将推高民众的生活成本 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民众 将面临基欧威胁 为了抑制国际粮价快速上涨的势头 欧洲国家的部分媒体表示 可以效仿释放石油战略储备的方法 达到上述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国家媒体还给中国分配了硬性任务 要求中国释放20%的粮食战略储备 以拯救欧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危机 更为搞笑的是 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 敦促中国落实这一行动 欧洲国家媒体还将国际粮价上涨的黑锅甩给了中国 欧洲国家媒体宣称 在欧乌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大规模囤粮行动 导致国际粮价在短时间内快速上涨 分析人士表示 欧洲国家媒体的这一说法挺鸡贼的 一方面将国际粮价上涨的责任推给了中国 另一方面暗指中国已经提前知道 欧乌两国将爆发军事冲突 对于欧洲国家媒体的这种说法 中国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发表的题为 中国没有囤积粮食 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储备对全球产生影响的文章 对其予以了驳斥 文章引述多位专业学者的观点表示 国际粮价快速上涨 是欧乌军事冲突 新冠病毒持续流行 极端天气频发以及航运不畅等 多个因素共同引发的 与中国提前囤粮没有关系 中国提前囤粮是基于国际粮价上涨的预期 反而反映了中方对国内粮食供应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决策 一位专家表示 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囤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过去30年 中国民众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口粮的需求 而是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上涨 粮食专家预测 未来30年 中国粮食需求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狠抓粮食供应的尽头 容不得半点放松和懈怠 一方面 中国要想办法提高粮食自给率 另一方面 中国将加大粮食进口 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安全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 2021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了1.65亿吨 同比增长18% 粮食进口量相当于中国粮食总产量的24% 创下历史新高 农业专家表示 从数据上看 中国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保证粮食进口顺畅 是极为关键的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任何突发危机均会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的粮食交易 而粮食战略储备便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 1990年中国建立了粮食战略储备制度 用于调节粮食市场供求关系 以及平一年寄建粮食价格波动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粮食战略储备制度进一步完善 目前中国粮食战略储备的具体数量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根据此前中国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数 国内粮食战略储备量 完全可以有效应对突发危机 一位专家表示 中国的粮食战略储备多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能随便释放 粮食战略储备最大的用处在于解决粮食的供应短缺问题 而不是粮价过快上涨 另一位从事粮食贸易易业务多年的人士表示 整体来看 全球并不缺粮 缺少的是稳定粮食价格的政治经济环境 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 粮食价格不可能下降 中国人讲 解铃还需细铃人 欧洲国家的粮食危机最终能否化解 最终还是要看他们自己 如果其停止拱火 欧屋局势 粮食价格就有下降的希望 做棋子 不能光顾着向前冲锋的爽快 更要迎接成为棋子的那一天 尤其是做美国的棋子 不管你有事努力的 还是拉胯的 最终还是棋子 拉胯的前阿富汗政府 南越政权 还是很能打的库尔德人 美国人说不要就不要了 直接净身出户 不管不顾 可惜了乌克兰大妹子 成为这个渣男聚光灯下的新的牺牲品 默克尔 昔日欧盟的定海神针 在卸任半年以后 终于正式出来接受采访了 面对乌克兰的绥靖俄罗斯的指责 默克尔拒绝为自己在任时的 对俄政策道歉 默克尔很惋惜 2014年的明斯克协议 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但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努力 只是没有成功阻止冲突升级 这个非常遗憾 从欧洲和德国的视角来看 默克尔对这场冲突的发生 显然是没什么错的 他在任时就一直致力于 各方力量和利益的相对平衡 小心翼翼地维护欧洲的和平 努力减少美国对欧洲的干预和支配 他的努力是五大常领导人 大都高度认可的 只是在新的世界环境下 当世界从稳定的恒纪元 走向混沌的乱纪元时代 当美国因自身的问题 不断加大对外扰动的混乱局面下 当一众中东欧国家 甘愿成为美国的代言人的局面下 当乌克兰义无反顾地 硬抗俄罗斯的情况下 默克尔的影响力急速衰退 法德的话 甚至对欧乌局势产生不了明显的作用了 欧乌冲突 本质上还是美俄之间的全面战争 只是战场在乌克兰 欧洲连带着成了半个棋盘 乌克兰是一个国家 头很铁 也敢干 美国稍加援助就能全力驱动 欧洲不是一个国家 欧盟也不是一个铁板 只是一个细碎的几十个国家 组成了愈加松散的联盟 心不齐 美国虽然一度能强行联合 但稍不留意 就内部瓦解了 战争眼看着进入一百天 下半年还得接着打下去 这欧盟 已经分裂成了两个争锋相对的阵营 一方就是所谓的老欧洲 法德为主 希望赶紧和谈 尽早结束战争 一方就是所谓的新欧洲 以众中东欧国家 以波兰 立陶宛等为主 他们代表英美在欧盟发声 他们希望继续打下去 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垮 打残俄罗斯 对此 爱沙尼亚的总理抱怨说 都说好的要一起对付俄罗斯 结果一群人争着给普京打电话 法德一等国 这几个月 经济上受俄乌战争影响很大 眼瞅着乌克兰必败无疑 这么打下去受伤的还是欧洲人 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尽快恢复正常 而一众东欧国家 由于历史因素 对俄罗斯的传统恐惧心理 自然是希望把握住着此削弱 俄罗斯的天赐良机 他们对于西欧传统大国当年的慕尼黑阴谋心有余计 对于法德一的通俄强烈不满 俄乌冲突后 欧盟的东西分裂 是板上钉钉的 当年德国在欧盟内部是一言九鼎的 加上法国以五常地位和独立的政治房屋体系做配合 法德轴心是欧盟的定海神针 而今 小马哥的话听的人不多了 舒尔茨的话没人听 独欧国家公然如法如得 老大的形象一落千丈 这欧盟以后还咋团结下去 意见出现了分歧 欧美的舆论氛围就不一样了 放在两个月前 欧美的舆论步调一致 力挺乌克兰 硬抗俄罗斯 把泽连斯基捧上抗俄的民主斗士的神坛 把普京列为必须要压上审判台的战犯 我们知道 基辛格前几天受了些劝乌克兰割地求和的意见 惹得乌克兰和欧美强硬势力的勃然大弄 乌克兰官方罗列亲俄人士的网站 以光速将一百叙岁的老爷子列入黑名单 将其认定为俄罗斯的帮凶 放在两个月前 基辛格这话 那汹涌的舆论浪潮会一边倒得淹死他 但是 现在 有点不一样了 前阵子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说 乌克兰人如果真的想为未来做打算 那最好是考虑一下韩国 西德方案 当年南北朝鲜 东西德国不都是划线分治吗 美国媒体的想法可比基辛格大胆得多 基辛格只是建议乌克兰放弃已经失去 不可能拿回来的土地 即使止损求和平 华盛顿邮报建议乌克兰人所行多放弃一些 趁早解脱 不然以后会更难 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发文说 乌克兰的不切实际的胜利期望会把 美北约拖入到一场代价巨大的持久战中 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消耗战 美国这样耗下去没有意义 乌克兰应该考虑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了 英国BBC则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 当前的战争 已经从击败俄罗斯收复失地 变成了如何解决冲突 以确保剩余的乌克兰土地的安全和生存 当西方舆论从铁板一块的原物抗额 发展到集体劝详的论调不断加大 的形式已经很不妙了 舆论风向必然是跟着军事 政治的现实发展而发展的 当年的拿破仑皇帝从被流放的 地中海小岛上再次登上法国本土时 巴黎媒体对他的评论 从科西家的怪物 吃人魔王 借过大道很快变成了拿破仑 将军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 伴随着舆论的逐渐转向 一直投铁的波兰耗不住天亮的消耗 5月底开始 也取消了对乌克兰几百万难民的若干 优惠政策和补贴 战争遥遥无期 几百万难民的吃喝 拉萨对于3800万人口的波兰来说 实在是不堪重负 战争总要结束 既然打不赢俄罗斯 不如早点想办法结束 战争前期 美西方的嗓门很大 百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乌克兰的架势 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怎么的也得把普京赶下台 最好趁此把俄罗斯永远成为贱民国家 不曾想 在经历短暂的失利后 俄罗斯步步为营 逐步蚕食乌克兰的土地 乌军节节败退 特别军事行动眼瞅着就要达成灭国战了 俄罗斯固然在战争中损失很大 但是迎面足以弥补战争的损失 俄罗斯的卢布在升值 经济在好转 通过卖资源 俄罗斯挣到了比正常年景还要多的钱 西方一起说好的不买油 结果私底下个个都找俄罗斯买更多的油 这里面 美国的企业也很多 战争越是打下去 西方国家问题越多 战后也就越难收拾局面 连骑马的制裁都要放水 连一致队友的方向都骑不了 这仗还打个什么劲 乌克兰注定是要被出卖的 关键在于时机和价码 但是步子得动起来了 至少西欧人等不起了 6月一过就是7 8月 转眼就是9月秋天了 欧洲人这个冬天还过不过了 再来一波天然气涨价一二十倍 民粹氛围浓重的欧洲人还不得造反了 不过这事得一步不来 比如 粮农组织出来走两步 说咱这个仗别打了 俄乌都是粮食出口大国 再打下去这个世界 粮食危机就挡不住了 比如 国际刑警组织出来走两步 说咱这个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很多都流失给犯罪组织了 这个下去也不好啊 比如 美国人出来再走两步 说我们可是充分尊重乌克兰人的意愿的 你们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 我们可没逼着你们和俄罗斯死磕啊 法德出来走两步 说乌克兰人应该考虑考虑 割地求和的选项了 欧洲的媒体报员说 这个仗再这么打下去 欧洲人得被拖死 这一阵阵风吹来 泽连斯基团队能不急吗 所以吗 连英语都要上乌克兰的法定语言了 对法德的绥靖倾向 乌克兰人批判得更厉害了 大家都在各种找不找台阶 一步步放风 就在为哪天扔下乌克兰跑路做准备 俄乌战争打到这个份上 难道谁还给你乌克兰人背锅不成 俄罗斯之前已经公布了第三阶段军事行动计划 那俄军接下来会接着打下去 或者说下一步 这个战争的走向该怎么发展下去 咱也不会算命 只能说继续预测 乌克兰人 泽连斯基是不可能满足俄罗斯的要求的 泽连斯基是坚持要收复国土的 这仗还得继续打下去 只是打得慢一点而已 俄罗斯自己苦点没事 关键是继续把乌克兰人和欧洲人这么拖着吊着 慢慢的 乌克兰大部分土地的一点一点进入俄罗斯的版图 乌克兰将来是否还能维持国体 现在看来很危险 我们可能不得不亲眼见证一个欧洲领土大国的消亡和被瓜分 从国际到一角度 这个结果显然是很残酷的 尤其对一个民族国家 但上了美西方的抗恶战车 乌克兰就应该做好迎接可能成为弃子的灾难 欧洲列强几百年来都不是擅长 他们更没有东方大国对于无知小国挑衅的宽容 最后说一下碎成一地的欧盟 本来这些年 欧盟因疫情 经济危机 难民 债务等问题濒临分崩里希 俄乌冲突成了瓦解欧盟的加速剂 西欧和东欧严重对立 分化严重 虽然欧洲人援助了乌克兰一些装备和物资 但是他们的债务压力丝毫不比美国好多少 根本没有多少余力来支持乌克兰把战争继续下去 再加上俄乌战事背后的金融战 贸易战 货币战 欧元被整个要死要活的 形势越不好 欧洲的民粹化就越严重 欧洲的政客毫无战略可言 只能一味地被民意裹挟 单纯地发出情绪的力量 大国智慧 美西方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当初 单凭情绪 以直觉思维 和俄罗斯硬碰硬干架 只想把俄罗斯弄惨 把普京赶下台 现在 还是情绪 急着要把乌克兰这个烫手山域尽早抛弃 而泽连斯基 也应该清醒了吧 美西方的祭台 快打好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